日本311震灾今天满三周年 日本首相安倍晶30号表示 过去一年政府让重建工作动起来 未来一年要结束更多灾民逃难般的生活 在明年的311之前 让灾民到新的环境生活 但是核灾的处理还没完善 日本当局为了经济考量 仍然考虑要重启核能发电 马来西亚航空失踪到现在仍然没有任何下落 之前发现的机门跟油雾 都已经被证实跟失踪的客机无关 当局正在调查两名冒用户照登基男子的身份 他们是透过一名伊朗人用电话订票 马来西亚民航局总监表示 他们不是亚洲男子 其中一个是黑人 但两个人到底是不是客机失踪的关键 到现在还不能证实 跟家家户户每个国人各自安全都有关的 新护证系统 除了上路以来问题不断 国安局长蔡德胜10号在接受立委质询时坦承 承包商资托红宇公司 将软体城市外包给大陆的网路公司 行政院长江一化表示 根据契约规定 资托红宇公司是不能发包的 江一化并且承诺一定会在一个星期之内 进行调查提出报告 江一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